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同学们,要我在这里讲几句话,给我一个题目,《除旧隐形》。 这个题目很好,旧点已经过去了。 前几天,我们听到日本跟爪哇都有火山爆发。 我们也听到一段信息,专家提出警告。 美国的黄石公园超级火山。 过去三年,这个地课变化,速度惊人。 科学家告诉我们,这个火山已经沉睡了64万年。 如果一旦爆发,美国有三分之二的地区会受到波及。 不仅是美国的一场大灾难。 我们冷静去思维,这是全世界的大灾难。 报道上说电影,2012,这个电影,多少啊,还是有一点科学根据。 研究人员发现,黄石公园打从2000年4年开始。 以破纪录的速度上升。 也就是火山的地步,每年上升7.6公分。 从04年到现在8年了。 黄石公园的地区活动的地区是在增加。 那么看黄石公园的地区。 这一个大群火山旧,也就是非常可能变成喷火的火山口。 在镇中处在镇中央。 地区之学家告诉我们。 这个地区宽35英里, 长45英里。 你就晓得,这个蓬河口多大。 英里不是公里。 这么大的一个火山旧的, 危机四伏啊。 过去,两百一十万年之间。 曾经爆发过三次。 未来,不排除会有第四次的大爆发。 地区专家告诉我们。 一旦黄石火山大爆发。 火山地区的这个地表会整过崩塌掉。 大量滚烫出热的火山灰。 会喷发至二十公里的高空。 我们从香港飞到洛杉矶。 飞机最高的高度是十一公里。 就是一万一千公尺。 速度可以达到一千公里。 这样的速度。 火山会高二十公里。 飞机飞的时候, 正在火山会的当中。 你说多可怕。 所以我觉得这个灾难是全球性的灾难。 火山会是随着风扩散。 降落在某个地区, 那地区就是灾难。 2012会不会发生这个事情。 有一半的科学家认为非常有可能。 也有一半的科学家认为不会那么严重。 也有很多人问火。 我们根据大乘经教里头的教诲。 宇宙。 万有。 星星是变。 佛长讲, 一切法从心向神。 现代的科学家也告诉我们, 如果地球上的居民, 特别是美国的居民。 真正能够想。 美国布莱登先生所说的, 我们都能够真正回头。 气无阳山。 盖邪归正。 端正心灵。 这个灾难可以化解。 不但能化解, 还可以将这个世界引导到更美好的将来。 那么关键呢, 我们能不能回头。 能不能把一切错误都放下。 我们错误的想法, 错误的引寻, 真正放下。 这是关键的问题。 如果真的能够改写归正, 端正信念。 那是大好的喜讯。 所以今天面临着这个年冠, 中国人讲, 除旧不幸。 给我们非常好的一个契机。 我们如果真正能把握住。 过去我们做错的事情太多太多了。 我们不能责怪任何人。 为什么? 这有历史的因素。 东西方, 苏活圣行, 神圣的教会, 至少有两百年了。 你能怪谁呢? 在中国, 显著的, 前倾幕后的一百年, 苏活聊传统教育, 对他忽略了, 不尊重了。 所以还有讲的人, 但是做的人太少了。 清朝亡国之后, 到今年一百年了。 这一百年, 不但没有人看到, 去落实传统教育。 在这个社会上, 甚至于我们听不到的音声了。 今天谈中国传统文化, 太陌生了。 电影集是因为近代, 科技发达, 印刷数进步了, 成本大幅度的降低。 所以像中国伺库, 会药, 这些重要的点击, 都大量的翻译, 数量虽是不太多, 但是已经有几百套了。 我们有理由相信, 它不会失掉。 可是, 学的人到哪里去找? 学习的人, 最重要的条件, 是真诚恭敬心。 没有真诚恭敬心。 你学的是皮毛, 你学的是常识, 你不能够知道, 古生献献的精髓, 传统文化的精髓, 你得不到, 你得不到受用。 如何能够培养, 我们对古生献献的尊重, 对古生献献的孝敬, 用这样的心态。 用一门深复, 常识熏修的方法, 你能得到其中三位, 你能够误入, 深邪尽境界。 那, 修佛的人, 一步无量寿景, 一步花眼睛, 能得三位, 能误入, 佛菩萨的境界, 那就是, 自己, 成佛, 成菩萨了。 不但自己得度了, 你有能力, 帮助这个世界, 鸿骨正法, 利益一切众生。 这是我们新年当中, 对金宗同时, 对我们的大众的佛友, 真正恳切的期望。 祝福大家在这一年里面, 真正回头生安, 真正一教修行。 做一误, 续福毁灭, 主持正法的佛弟子, 做一个为王胜积决许, 为万世开太平的银皇子孙。 这次的公主, 大家新年快乐。 学业, 道业, 成就。 一年如意, 顺顺平安。 谢谢大家。 请不吝点赞,